欢迎回到台湾大论坛 为什么郝龙斌明明做了很多事情 在市政建设上面 他做了很多以前人不敢做的 包括把新生高架的这个围桥 拆掉重修 这件事情呢 是从赵绍康担任台北市议员的时候 就发生的事情 年轻英俊的赵绍康 现在还是一样了 他的意思 我已经随着新生高架桥垂垂老爷 不过郝龙斌整修新生高架桥 是有魄力 这我讲过很多次 就当时呢 因为能源危机 所以韩国的厂商 包了新生高架桥 坐到一半跑了 因为当时刚进入会议就涨价 所以后来呢 是政府拜托荣工处 当时荣工处还是政府的机构 勉强把他收尾的 但他中间有一段呢 就是下垂得很厉害 很多人开到那边都有点担心 那历任很多市长 好市长愿意把他重新整 事实上新生 如果不是因为这次 什么花花草草问题 那条路现在铺的比以前好很多 每天那么多人 几万辆车开过去 我想所有的驾驶 应该都有这样的体验 而且他现在绕过原山 不便在那边塞车 因为我自己开车我知道 其实方便很多 天母跟这个士林的民众 应该是知道的 开车特别是开车的民众 那么刚刚审委员说了 说我们不应该 去讲这个苏太太 如果真的按照审委员 你认为说苏太太讲这话 讲得对极啊 也没有对极了 就是合情合理 合情合理苏贞昌那么那么紧张 那为什么蔡英文要替他缓甲 为什么苏贞昌 哎呀这我太太爱我的表现呢 为什么这几天苏太太要躲起来呢 为什么要闪躲 出来讲啊 我讲老实话 我不是一个政客啊 我讲的就是坦白的啊 我告诉你我老公 对吗 六算 一定去参总统 我告诉你 他今天当选 那天晚上 在他的竞选总部 他大家会喊三个字 也是同样 参总统 你觉得他会不会去信 那是六万回事件 那是六万回事件 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当场赌 那是六万回事件 就是说六算 动算 都参总统 到时候会怎么样 很难讲 我现在不能评估这个事情 到时候要看赢多少票了 输多少票了等等等等 但是哪有一个人 还没有选 就是我选是要去选那个更大的 你觉得这次很妥当吗 这是很实在吗 这我觉得他不应该讲这话 而且透露出 像你讲的 他们搞不好家里在那个 都在谈这事情 应该正确的来讲 现在好龙斌很担心他落选 苏贞昌也很担心他当选 对苏贞昌来讲 他当时选择来台北市选举 是选择一个可以必输的选战 可是可以帮他的总统 打下一个基础的 还没有想到 所以这个事情 世事难料 不我们词评来讲 好团队市政府真的要很谦虚 所以在谁发生的事情 你也不能说都是媒体 都是人家了 就苏贞昌到现在为止 没有认真在学 大家都看得出来 但是好团队就给自己 打成这样子嘛 好团队自己不要检讨吗 你实际上当然要检讨 所以他今天的壮事断碗 这就是一种检讨嘛 只是他不能这样去讲嘛 对不对 壮事就是一个检讨 那我们要看他未来要做什么 可是你讲很奇怪 我挑战你啊 他断碗应该断 出问题的单位啊 那几个人哪一个人 要为新生高校的事负责啊 那有的被收押都收押啦 被交保都叫到 那几个人谁要为新生高校的事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 因为他们是现在媒体 跟国民党党中要放话 修理的对象嘛 所以根本就跟他的市政问题 无关嘛 这不是事实的问题 是整个氛围的问题 不能这样讲 整个市政府也不是 只是因为一个新生高嘛 今天只是因为一个新生高吗 如果他其他都做得很好 一个新生高就搞成这样嘛 当然是冰冻三次 我们老实讲嘛 所以今天当然壮士断碗嘛 这没有办法的事情 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 以后种种譬如金日生 郝隆斌如果不能有这种态度 他选不赢 如果他的态度是说 对 大家选我 我经过三年 我做得没有让大家很满意 今天开始我做给你看 剩下七十几天 可以做很多事情 怎么会做不了事情呢 我说实话 我觉得郝先生呢 郝市长要在短时间里头改变 媒体对他的惩戒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他说他要当花博的总督导 然后他要去看那几个花博 刚才神父兄有批评我 他说我讲的这种什么国际建筑师啊 这种让台湾人骄傲的 是太高的一个层次 其实我同意他的看法 我私底下讲的 这就是啊 我国开还没讲 下一轮我就会讲 他先回应你了 但是我要 但是我想要跟老百姓讲话的是说 如果他把这些钱拿去放烟火 办活动 你是不是就支持他 那这就是台湾人过去 十年来落后韩国 跟落后别人的原因 所以我愿意看到郝龙斌 愿意把钱放在这种 对台湾的长期有帮助的事情 而不是放在他选票的事情上 那我对郝龙斌市政府 所有的事情都满意吗 当然并不满意 可是我要讲 就是说他现在呢 如果他觉得有很多是委屈的 我觉得他在媒体上讲话 像赵先生建议啊 就是说他要领导媒体 我觉得这是不太有希望的 领导议题 不是领导媒体 设定议题 设定议题 我觉得没什么希望 我觉得他应该把台北市啊 四百多个里 一个里一个里 分好几个地方 他们市政府分四个团队 一个里一个里一个里 然后去办一个一个一个说明会 他就自己下去跟老百姓 亲自的解释 什么事情是什么回事 他这个所有谈话 因为我看过过去这几天 根本不分任何被贴蓝标签的 或者绿标签的不要讲了 这是被贴蓝标签的媒体 做出来的新闻都是 民党事员骂什么 然后市政府的回应反应是什么 都被贴得碎碎了 最后记者还夹评夹议 再把郝龙斌 他们再臭骂一顿 所以你要怎么领导媒体 你要怎么样领导议题 这基本上他现在发生困难 那他发生困难 我讲一句实话 就是整个公关站非常的失败 他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媒体很多人都穷疯了 我们大家都穷疯了 所以很多媒体呢 其实是一句联合报 讲错了 就自由时报 他的策略最成功 在他某一天的报纸上面 写了一个大大的一个字 独厚联合报 从此就是所有的媒体 全部围剿整个花博 跟郝师傅 所以他面对的情况就是 可能联合报 也不好意思帮他讲话 我帮你讲话 好像我拿了你的钱 然后其他全部 统统都对他很不友善 对他围剿 这个的确是事实 所以我的感觉是觉得 郝师傅自己 他当然有些事情 没有做好的 他的团队过去四年 不断的更迭 因为中央不断的更迭 他答应马英九 我帮你看住一群人 得到你520上去 然后接着 八八水灾再发生 再抽走了吴清基 他的市府团队 四年下来 不断的在更换人 当然他是为马英九牺牲 如果是我 我是不干这个事情的 我觉得选民选我 我就是要一个好团队 我就是要一个 清清楚的负责任团队 我不会大意马英九这个事 他是个好人 也是个傻人 但最后的结果就是 他很多单位 很多公务单位特别是 那些公务单位 他都没有掌握得够好 所以很多表现 其实是不尽如意 那我常问他说 这里怎么会有这个事 这里怎么会有那个事 他说我刚上台 我也问了这些问题 我也不晓得 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所以我其实要讲 就是说今天 大家要投票给谁 我不在这里说话 但是如果说大家 像比如说廷奥 廷奥等到开幕一室以后 大家都觉得好了 为什么要开幕一室 才觉得好 为什么 我们老百姓永远 都要等一个活动吗 那都要等一个跳舞吗 都要等一场烟火 当开幕一室 廷奥是办得非常非常好 那本来花博的开幕一室 我要讲 花博的开幕一室 就刚好呈现出 郝龙斌这种拱呆团队的特色 他们花博开幕一室 是找林怀明当总监 说起来应该比 这一段故事 我们等一下再请文谦来告诉我们 先进一下广告 先回到台湾大论坛 到底花博能不能够救郝龙斌 成也花博 败也花博 接下来这个花博的开幕式 对郝龙斌能加多少分 刚才文谦的故事还没讲完 因为我对这个花博 是从他们刚开始规划 找了哪些建筑师 那些很多人是我比较熟的 所以我看过他们的东西 而且我当时正副二度C播放的时候 就选择他有一个叫五蝶馆 后来的大概一个比一个 都还胜过那个部分 所以我对他的场馆是有信心的 那其中有几个装置 我是听我们同行的朋友 创意的朋友都觉得很不错 可是呢 像圣志仁他们的听 可以翻身 一个非常重要是他的开幕仪式 那其实你可以看出 就是赖生川导演指导的 对 然后呢 可是花博的开幕仪式 本来的总督导师林怀明 那本来不会有问题 可是林怀明他们所组成的团队里头 包括了林克华 包括了蔡国强 他们想出来的创意 居然是要在基隆河上头做演出 然后他们刚开始就觉得 尊重这些创意 结果后来发现 与法律 这个因为碰到台风的讯息 他在水里头施工 所以他要从八月开始施工 这个不可以的 所以他要从十一多月开始施工 所以好团队对我来说 这是李永平他们 如果说他下台 他就做这个傻事 他该下台 因为好龙斌呢 任何政客都不会放过开幕仪式 来帮他加分的机会 结果他们居然把这个开幕仪式 送给了圣志仁的建国百年基金会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敢去改林怀明 提出来的创意 如果是我不可能 我没有这么尊重创意的 我就告诉他说我花博就是要开幕仪式 然后你就是给我改你的创意 我不可能说把他移到1月1号 那已经离我的选举太远了 但我没有像李永平 也没有像郝龙斌这么尊重创意的人 所以我现在其实要跟老百姓讲 就说很可能你会开幕仪式 还来得及吗 请林怀明再回来 不可能嘛 因为那语法不行嘛 所以他们现在准备的就是一个 也是台北市议员骂的嘛 就是说你本来开幕仪式要办很大 结果现在变成规模很缩小 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太尊重林怀明 他们的创意 那我不太了解到底一个政治人物 尊重艺术家的创意 在政治上是应该被惩罚还是被鼓励 不过我知道如果我在从政 我一定比这两个人政客很多 我一定比郝龙斌政客 也比李永平政客 我就会告诉林怀明说 我会被你害死 你给我改你的创意 我绝对不会同意 可是他们同意了 而且很大方的 把他送给建国百年基金会 所以郝龙斌如果落选了 那对不起跟圣志仁 他们一起主持 所以政治人要负责任 负责吗